我是盛佑 那目前在Jabrance當技術傳教士 那我主要就是在推廣 这个Calling相关技术以及Jabrance ID 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JCcom跟大家分享 就是从Calling Multiplatform到Compost Multiplatform 那这个题目虽然很长 不过其实主要还是在跟大家讨论 你在做多平台开发的时候的一些痛点 以及我们用Calling这个技术 可以怎么样协助你 在做多平台开发的时候 可以更轻松一些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 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最近喉咙发炎 所以等一下声音可能会有点沙哑 但我有做过这个Covid快塞 跟流感快塞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感冒而已 我会全身戴口罩 大家不用担心 好 那我们讲到这个多平台开发的时候 大家应该会有几个痛点 第一个就是你要应付各式各样的前端 那这个前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mobile 比方说你有Android跟iOS 但是其实假如你把这个前端的范围 开发语言 那所以你就必须去适应或学习这些语言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觉得 你学习语言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你要适应那个语言的生态系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假如你今天要适应各式各样的平台 因此要适应各式各样的语言 以及它的生态系 对你来说的心智负担其实蛮大的 再就是你发现 你在做这种前后端开发的时候 你其实会有很多重复的 这个业务逻辑的实作 比方说你在做这个前后端交流的时候 一定会用http request跟response 中间一定会有一些DTO 然后你在交换在DTO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validation要做 那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 你用一个语言在后端做过 然后可能又会用另外一个语言 在前端再做一次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 都是重复的实作 那重复的实作对你来说就是 时间跟人力资源的消耗 那所以我们Colin为了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初在设计Colin编译器的时候 它其实就把它设计成是一个 可以适应多平台开发的一个编译器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 平常在写的Colin程式码 都是所谓中间的这个common calling 也就是Colin的核心程式码 以及它的sender library 那当你写完之后呢 Compiler会根据你想要发布的target 比方说你想要发布到JVM上面去 那这边就会可以走这个JVM的 Compiler 那Compiler完之后 它就会变成JVM的code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把它通用在前端的JavaScript 跟你的native 假如是你要走iOS的话 那所以Colin的这个multi-platform的开发模式呢 可以让你支援这么多不同的平台 从这个server side到web到desktop到android跟iOS 那他们是怎么做呢 主要是我们在底层 当然会有各自平台的API 但是你透过Colin compiler之后呢 你可以用Colin multi-platform技术去共用这些业务逻辑 让它可以在各个平台上重复使用 那我们就在想说既然Colin可以做跨平台 那这个跨平台的最明显的一个需求就是来做这个mobileAPP 那大家熟悉的就是所谓的android跟iOS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团队其实就有推出一个叫做Colin multi-platform mobile 它其实就是希望可以用Colin multi-platform这个技术 来开发双平台的mobileAPP 那一开始我们在提出这个架构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把它分成两层 上面这一层你看到上面这表层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UI view的部分 那它希望你可以用native的UI 也就是说你在android上面用android的view 然后在iOS上面用这个swift UI 那底层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下面会有另外一层是做business logic的share 那share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用Colin来写 然后万一遇到平台专属的API的时候 你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我们类似expect跟actual 等一下会提到的方式来实作 那透过像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会发现刚刚这张图 我们等于是上面加上UI之后 我们把这一块把它叫做Colin multi-platform mobile 那这个东西呢我其实在2021年的JC Con 就是两年前我在这边有分享过 那我那时候做了一个sample 你可以看到在左右两边的这个 Android跟iOS上面 它的UI的view其实是长得不一样 但是它的底层业务逻辑是一样的 那假如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当时的录影 但大家一定会问我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跨平台的这个 开发的solution 基本上UI是可以共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问我说 那有没有办法也共用UI 因为毕竟共用UI 我们可以省下更多的程式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 这个compose multi-platform 那compose multi-platform是什么呢 大家假如现在有在写 这个Android的话 可能有知道 Android现在在推所谓的JPG Compose 那JPG Compose 现在等于是Android开发里面 所谓的modern Android development 其中一环 那他们希望推出一个 新的这个UI的写法 让大家可以用所谓的Decorative UI的形式 去做这个Android的UI 那他们当时在设计这个Android UI的时候呢 是100%用Colin来写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Colin既然是可以多平台 那我们就可以让它变成支援在各个平台上面来使用 所以我们JPG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把JPG Compose 这个UI Library变到其他平台去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porting到这个Desktop跟Web上面 那我们把这一块把它叫做Compose Multi-platform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张图 我们就是再把这个Desktop部分 我们把它加上Swing 然后我们用Compose把它一起合并起来 所以整块这边就变成Compose Multi-platform 那这个主题呢 我在去年的2022年的JT.com就讲过 就是怎么样用Compose for Desktop 去写一个这个乐透抽奖机 你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截图是 你只要按下面的抽奖 它上面的号码就会一直换颜色这样 那假如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去年录影 不过我知道大家看到这边一定会问我 可是我想要是iOS 不是Desktop 因为现在可能写Desktop的不多 可能写Desktop就像我们Jepers在写英特的JID 所以大家可能想要的是iOS 那所以我今天的目标来 这边就是要跟大家讲iOS的部分 那好消息是今年在CallingCon 2023 我们团队就公布了 就是Compose Multi-platform现在也支援iOS 那大家可以去看这场录影 那我们同事就有在demo 右边这边两个萤幕就是iOS跟Android 那基本上你可以用Compose的语法去写 跨平台的UI 而且这UI是可以share的 那当然除了share的UI之外 针对iOS的一些特殊的这个UI component 他们现在也在始作当中 那现在目前是在alpha的阶段这样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版图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Compose Multi-platform就长大了 所以现在Compose Multi-platform就包含了iOS 那为了让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用Calling Multi-platform这个技术去做 整个跨平台的这个solution呢 这次我就准备了一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你可以看到 我有写了两个这个mobile app 就是左边的Android跟中间的这个iOS 那另外我有再把desktop的部分做起来 但你会看到 即便是我用 通通都是用Compose Multi-platform来做 但是我在desktop的layout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为了适应不同的荧幕的尺寸大小 所以我在这边有稍微做一点调整 那适应不同的使用习惯 那这个情境呢 是一个login page 就是前面那一页是刚刚是在做 User Name跟Password登入 那按下login之后呢 它会打API到后端去做这个后端验证 那后端部分我也是用Calling来写 那验证完这个使用者账号密码之后呢 它就会进入到这个user profile页 那我这边叫做homescreen 那你可以看到homescreen的部分也是 两个手机跟桌面上 在排版上有些差异 但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实作出来的平台 其实是包括后端总共有四个 就是上面有两个mobile跟一个desktop 然后他们会透过http request跟response 交换json跟后端的这个backend server来做 那全部都是用Calling来写 那所以为了让大家先看成果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demo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的这个Android Studio 那我现在是用Android Studio来demo 那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project的这个结构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Android Studio 可能跟你手上的长得不太一样 是因为我现在是用新版的Android Studio 然后开启了这个新的UI 那这个是Intel的J IDEA在之前我们公布了一个新的UI 那现在Android Studio也套上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新版的UI这样 那我们先从Android的部分开始来看 就是我把这个Android开始做运行 然后我后端其实我已经跑了 我的server已经在后面在跑了 所以我的API server其实有在后面动这样 那这个就是我的Android的UI 你可以看到就上面会有个Logo 然后这边会有些字 然后我就可以输入我的账号 那密码是非常不安全的四个零 大家不要学 然后按Login之后呢 它就会 谢谢 它就会进到我的Login页 那这个Login页你可以看到 它会把我的账号密码 账号跟email带进来 密码带进来就完蛋了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的图片 也会带进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同时来看一下iOS 跟Desktop 那iOS的部分通常在compile的时间会比较久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必须先把share的library 先compile过一次 然后同时它还要再把这个application跑起来 所以它通常的compile时间会比其他平台稍微慢一点点 但基本上还是一样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你看Login完后 基本上你会看到样式跟这个流程其实是一样的 那在Desktop部分也一样 就是我换个账号 密码是很不安全的111 基本上不要只修 那这个是Jungdo 那Jungdo是一个假人 所以它载入进去之后也会有它的账号跟这个图片进来 所以基本上三个平台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然后但是UI大部分是一样的 但是layout是稍微有点改变这样 好那大概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实作出来的成果 大概是长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头影片 那在这一次做demo的时候 其实我的示范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用composeMultipedeFone 去实作多个平台的UI 那这UI都是可以共用的 那再来就是你刚刚看到每一个平台 其实我都有写说 我现在这个平台是什么平台 以及它的版本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你要去侦测各个平台的名称跟版本 所以它必须使用到这个平台专属的API 那这个地方怎么用Culting Multiplatform来做 等一下我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再来就是你中间会有很多这个共用的业务逻辑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可能画面上的ViewModel 或者是HTEP Request跟Response 还有交换的这个Data Class 那这些部分都是用Culting来做共用 那为了要做到这些共用呢 你必须用到一些Multipplatform的Library 所以你会看到我这边用到 有Cater的Client 就是做HTEP 然后有一个叫Voyager Voyager是做这个ViewModel跟换页的Navigation 那再来有一个叫Caml 那Caml是做我刚刚那个图片载入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后端部分 我有用Cater的Server的Component去写后端 所以后面的API也是用Culting来写这样子 好那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实战这个Culting Multiplatform 那第一个当然是建开发环境 那很抱歉因为你要开发iOS 所以不得已你一定得用Mac加那个整个所有的工具链 所以基本上你要开发iOS的部分 你还是得用Mac 但是假如你今天只想要run这个Desktop 或者是这个Android的话 你还是可以用Windows 但是iOS的部分没有办法在Windows上跑 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再来就是你需要装Android开发的这个JDK Android Studio 还有在Android Studio里面要装个叫做Culting Multiplatform Mobile的Plugin 那我截图有放在右边 那这个Plugin其实基本上就是让你可以很方便的去辨识出 你现在这个专案里面有Multiplatform的Mobile 然后它可以帮你trigger你的Android Studio的Simulator 以及你的iPhone的Simulator 所以你不需要自己手动去开S Code 然后去跑View 然后跑那个S Code的那个Simulator 那这是它的方便的地方 那虽然说它可以帮你把这个Simulator叫起来 但你还是得装它的环境 所以S Code跟它的SDK 以及Cocoapark这些东西都要装 那你知道这个装起来其实蛮多的 所以我们就帮你做了一个叫Kit Doctor的指令工具 那这个可以用Home Boom来装 那Home Boom装好之后 你就只要下Kit Doctor 那这个指令会帮你检查 是不是所有的环境都装好了 那你看到所有绿钩都勾起来的话 就表示没有问题 那只要任何一个是红XX 那它会提示你哪里有问题 环境有了之后 接下来就要看你的Project Template 就是你要初始化一个环境 那我们团队现在是把这个专案 放在这个GitHub上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这个Repository 用Template的方式把它Clone回去 那Clone回去之后再把它放到你自己的本地端 那我们准备了两种Template 左边是这个两个Mobile加一个Desktop 就是我的状况 就是三种平台 那右边是只有Mobile 就是假如你只想要写Android跟IOS的话 你用右边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了 所以看你的需求去选你的专案Template 那这个资料夹结构会长得像这样 那上面这三个你可能相对熟悉 就是有Android的这个App 跟IOS App跟Desktop App 这三个呢其实就是你原本在开发这三个平台的时候 你的专案资料夹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三个专案资料夹 统统都塞在同一个资料夹底下 然后我跟这个ProjectTemplate不一样的地方是 你会看到我最下面有一个Server的资料夹 那我是把Server的这个API的这个Application的这个Code 也都放在这个资料夹底下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走这个MonoReport的做法 那重点是中间有一个Shared 那Shared呢就是所有共用的程式码都放在这里 那在这个Shared里面呢 其实又会有四个资料夹 你会看到这边有四个资料夹 那Android Main跟IOS Main跟Desktop Main呢 就是说万一你今天有用到一些平台专用的实作的时候 你必须在这边去implement 但其实重点都还是放在Command Main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最大化共用我们的程式码 所以基本上我这个范例 可能80%的程式码都是写在Command Main里面 另外15%可能是写在Server里面 那其他你刚刚看到那些Android App啊 或是Android Main这些 大概占5% 那那些部分呢都是 Project Template都已经帮你写好了 那它只是比较像程式的进入点 那基本上你可以不用动它这样 好那我们就先从UI部分开始讲 怎么实作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UI其实还蛮单纯的 就是上面会有一张这个图片 我们把它叫logo 然后这边会有一段字是写说 它在什么平台以及什么版本 然后再来会有一个login的phone 就是上号密码跟一个login button 然后下面会有两个 就是forget password跟sign up的link 就只是这么几个简单的单纯的元件 那因为我为了要做这个页面跟换页 所以我用了这个Voyager这个套件 那当然你可能平常有自己习惯的做法 但是我用的是Voyager这个套件 那你可以选择的套件可能也不只是Voyager 那Voyager里面的设计是说你每做一个画面 就做一个screen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我这边做了一个login screen 那它会继承它里面的一个物件叫screen 那这screen里面呢会有一个content的这个function 那这function就是composable的function 所以你只要在这个content里面去写你的UI就可以了 那再来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把这UI原件化 因为为什么要原件化 主要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在desktop跟 这个mobile上面去共用 那因为我layout要不一样 所以我里面的这些原件 我希望可以把它原件化 那我到时候只需要在两个平台上面 做不同的排版就好 但是我的原件是可以共用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这边有logo 有这个demo text啊 有spacer 有这个两个link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login phone的部分 展开来给大家看 就是你假如去看我的login phone里面的实作的话 其实它就是用compose原生的这些什么text fill button去写这个UI 所以只是把它封装一层而已 那为了要做出排版差异化 所以你会看到在mobile的部分 我的column的设计 跟box的设计 跟我在desktop上面的raw跟column的设计 就不太一样 那基本上只是为了做排版 那你可以看到在desktop上面 其实我就是一个raw里面有两个column 做出这种就是双蓝式的排版 好那UI部分解决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在每一个平台上面都有去demo 说我是在哪一个平台以及它的版本 那这个是为了要去叫它平台专属的API 那这个我们就要讲到说 在column multi-platform里面设计是 基本上你可以大部分时间写common calling 就是写这个calling的标准函式库里面的程式码就好了 但万一遇到像这样的情况 你必须去呼叫各个平台专属的API的时候 我们就做出一个叫做expect 你会看到这个function叫做platform stuff 那它前面会加一个expect的关键字 然后你在各个平台实作里面会加上actual 那意思就是说你会把它想成像interface一样 就是你在common那一层你把它做一个interface 然后你必须在各个平台去实作 怎么去叫那个API才会拿到那个platform 那所以你会看到在我的这个专业资料夹底下 我在shared里面的commonman里面 我有做一个叫做getplatform name的function 那我在前面有加一个expect的关键字 然后没有实作 然后接下来我在Androidman iOSman跟desktopman里面呢 我各自去做一个同名的function 前面都加上actual的关键字 然后你会看到我各自去呼叫 有的是叫Android的东西 有的是叫UI device的东西 有的是叫run time的东西 去拿到那个平台专属的版本 这样我就可以叫到那个平台的东西 那到时候你在你的UI上面 为了要显示这个字样 你就可以在你的text里面去设定说 我要叫这个function 那当你compact完之后 它自动会把这个function 对应到那个target的那个platform 把那个function丢进来这样 这样可以吗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把 平台专属API的部分把它用在里面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这个 共用的业务逻辑 那我们的业务逻辑其实蛮单纯 就是前端按下login button 它会发一个htrequest打到后端 它会再把后端回传的这个htresponse 解析完之后呢 确定可以登入之后 我的UI就会换页 换页完之后呢 我左上角那个profile page的image呢 也会从这个server上载下来 因为每个人的图片不一样 所以我没办法放在APP里面 必须动态载入 那compose当然本来就有一个image的component 但是那个image component是直接叫你APP里面的图片 你假如要载入网路图片的话 就要用我刚刚说的那个camel 所以用到了很多这个所谓的multi-platform的library 包括前面三个就是从cater到serialization到coroutine 这个都是为了处理这个网路跟htrequest跟response 要做json的serialization跟deserialization要用的东西 那为了换页跟做viewmodel 就是用到我刚刚说的这个voyager 然后再来最后就是载入图片 我就用camel 那这些连结我都放在图片里面 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这几个韩石库的文件 那在用multi-platform的library的时候 其实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你要装很多的相依套件 所以你会看到你的build.grado 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套件的相依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重点在于说 你必须先设定comment main 你会看到这边有个val 然后comment main 底下就有一堆这个dependency 那这些dependency都是我刚刚讲到 那一些韩石库需要你装下来的这些dependency 那这些东西都是在comment里面使用 但是因为comment你可以把它强成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expect的部分 它比较像是有一些实作是可以用calling做 但有一些实作可能在comment里面没办法全部完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下面的 这边会有android main iOS main跟desktop main 然后各自会有一些不同的dependency要加上去 比方说像我在comment里面有加cater的client 那它就可以用htp request 但是它在android这边的你会看到其实实作上它是用okhtt帮你做好了 那在这个iOS上面它用dawing 然后在desktop上面它是用jvm的java 那甚至coroutine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这个desktop是用swingUI来做对应 所以你看这边的coroutine也要加上swing 所以这些dependency可能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它必须一字blow的把它装上去这样子 好那我们有dependency之后我们先来看 我们刚刚做好那个screen要怎么把它放到你的画面上 那因为我必须去侦测你 现在是在desktop还是在mobile上面 所以我在这个application载入的时候呢 其实我有先侦测一下你现在的platform 然后再去initialize我的对应的UI 那UI做好之后呢 我就可以用Voyager里面它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叫做navigator 就可以直接帮你把screen丢上去了 那其实这个navigator跟你原本用android的那个navigation的那个library 概念上差不多 它只是帮你做成multiplatform的 那假如你要做这个UI跟逻辑的分离 那你可能就会用viewmodel 那viewmodel因为有Voyager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可以共用 所以在这个Voyager里面 我这边就做了一个login screen的model 那其实这个screen model就是viewmodel的另外一种说法 那只是因为配合Voyager它的画面叫screen 所以它拔群叫screen model 但官方文件其实就讲说它就是viewmodel 那在这个viewmodel里面其实我只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先把我的htvclient设定好 那这个是cater的部分 就是要跟它讲说我要使用json啊 然后我的api url那些的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有设定这个screen有哪一些state 就比方说它已经initialize跟它已经login了 再来你会看到我下面就是设定说 当这个使用者按下login button的时候 这个viewmodel的这个login动作要做什么 那你会看到我这边其实就是开一个coroutine 然后去打htv request 然后把htv request丢回来的东西 deserialize成data class 然后把它塞到state里面来 那state是一改变之后 它就会triggerview的改变这样子 那最后还有一个是undisposed 那这个主要是 它的viewmodel的设定里面是说当这个viewmodel destroy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 比方说就把我的htvclient关掉这样子 好那我们把screen做好 把screenmodel做好之后 你要怎么样把它用在你的screen里面呢 基本上Volga也给你一个叫做rememberscreenmodel 那你就可以去看这个screenmodel的变化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login button这边 unclick事件里面就可以叫这个screenmodel里面login的动作 然后把要的参数丢进去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换页 就是假如我们login完之后 我们把拿回来的资料塞进state 那state一改变之后 你的viewmodel一改变 那你就可以trigger 这边就可以侦测说你的state有没有改变 那有改变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Volga的navigator 去把我们下一页的画面丢上来 所以它就会帮你做换页了 好那换页之后呢 你会看到我左上角就有一个网络图片要载入 所以这个地方用的 UI的component就跟原本jpg-composed的不一样 就是这边就是用所谓的camel image 那这是它已经帮你做好一个composable的元件 所以对你来说看起来就是跟写compose一样 只是说它的名字跟原生的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个也是multi platform 所以很方便的 你可以在desktop iOS跟Android上面都可以使用 好那这样讲完之后呢 基本上前端的石头都做完了 就从UI到共用的逻辑 到这个multi platform以及我们刚刚说 各平台专属的石头 基本上前端的部分做好了 那接下来就在讲后端的部分 那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一直在讲cater 那cater其实在刚刚的部分都是在用cater的client 就是右边的部分 那cater client的部分其实就是它是一个http的client 你可以支援多平台 然后你可以搭配我们的calling access serialization 去做json的序列化 那为什么你要用cater的client来做http request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multi platform的library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Android上面跟iOS上面同时使用 不然的话你就必须在Android上面用retrofit 在iOS上面你可能要用那个alemofire 就是各自的httpclient 那假如你用cater的话就是你不需要两边各自做一次 你要做一次两边都可以用 那当初我们Japan团队在设计cater的时候 它比较特别 就是它除了有client side的这个library之外 它还有server side的component 那server side的component基本上就是一个很轻量的 一个这个http的server 应该说web的framework 那它基本上语法很单纯然后很轻量 那你要拿来做微服务其实蛮方便 所以像我们刚刚在前后端交换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用到很多这个request跟response 这种东西都是我们所谓的DTO 就是要交换资料用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这个部分前后端其实是可以共用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这边有定义说 我前端丢进来就是要有username跟password 它是一个login request 那我回传过去的login response就是看它登入成功与否 以及丢一个user给它 那user的部分呢我们也是做成一个data class 所以你会看到这三块全部都是colin的data class 然后前后端可以一起使用 所以它也是放在share的资料夹底下这样子 那只要这边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在丢来丢去的过程中 它必须做json的serialization 所以我们这边有用刚刚的colinxserialization的annotation 你必须加上这个add serializable 这个annotation 它就会知道说这个data class要变成json这样子 那要怎么样启动一个cater server呢 那基本上就是做一个main function 然后用这个cater给你的这个embedded server 那它其实底层可以换很多不同的engine 那我预设用的engine是nate 然后把一些plugin装上去这样子 那cater的设计是说 当这个server启动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一个web server 然后你要提供的功能 你必须把它写成cater的plugin 然后一个个把它挂上去 所以你自己实作的部分 会在这边 像我这边就写一个configure login 就是我要做一个login的service 那就把它写成plugin挂上去 那怎么写plugin呢 其实就是去用colin的extension function 在extension function里面呢 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开一个routing 然后这边有一个htpost的入境 那我在这个routing里面呢 我就会拿到这个application code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前端丢过来的这个login request 那它会把前端丢过来的这个json呢 直接帮你这个反序列化成一个data class 所以你就会拿到这个login request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data class 然后中间就看你自己想要怎么去验证 你的登入的这个程式码 那这个我就 大家各自实作可能不一样 我就暂时不提了 那最重点是说 你当你确定可以登入之后呢 你要再丢一个login response回去 所以login response丢回去的时候呢 你就要丢一些你要的资料进去 然后它cater会这么帮你 serialize成这个 成这个json 所以前端拿到又会变成json这样 所以就是收json转data class 然后再把data class转成json的一个过程 好 这样前后端就做完了 OK 那最后就是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很快地把这整个流程讲完 那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用colin multi-platform的开发方式 流程以及一些好处 那虽然说我们团队在这个 你看我今年等于是第三年 延伸这个主题来讲 那这三年的主题其实是我们 colin multi-platform一直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刚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名词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colin multi-platform mobile 其实讲的是用colin multi-platform的技术 做右边这两个 然后我们说的这个compose multi-platform 其实是用colin multi-platform这个技术 去做上面这四层的UI 共用的UI 但是虽然说我们有这么多名词 但其实回归到最后 其实都是colin multi-platform这个技术 延伸出来的子集 所以其实整个全版图 就是我们现在画这样的图 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底层的部分 你可以用colin multi-platform来共享业务逻辑 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 各个平台专属的API 你还是可以透过 刚刚说的expect跟actual来做借接这样 那UI的部分呢 你现在可以用compose multi-platform来写 共用的UI 但万一你觉得不够的话呢 你上面还是可以用各自的 原生的UI来实作这样 所以整个colin multi-platform 做起来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当然server的部分 你会觉得好像空空的 因为server部分我们先暂时假设 它没有UI这样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刚刚的实作范例 就是一个login page 所以你会看到在 iOS跟Android跟Desktop上面 UI基本上长得都一样 那我语法都是用 这个compose的语法 那为了让它layout不一样 其实我有做一些不同 这个排版上的调整 但是这些程式码呢 基本上都写在我们刚刚说的 shared底下的commentment底下 所以今天demo的程式码 基本上都是在shared的部分 那这样的开发方式 你会发现就是基本上 你可以共用的部分 是越来越多了 跟我前几年的那个 范例比起来 就是共用的部分 已经最大化了 那所以我们刚刚示范的几个重点 我们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UI是用compose multi-platform 来share 然后我们有一个平台专用的API 我们用expect跟actual来去抓 平台名称跟它的版本 然后我们为了要做这个 共享业务逻辑的部分 我们用 我们要有这个viewmodel htp跟dataclass 所以我们有用到很多 multi-platform的函式库 包括cater的client vorger跟camel 那后端的API服务 我们是用cater的server的component 来做这样子 所以整个东西是 一整套的这样子 那大家听完以后 一定会好奇问我说 那用coli-multi-platform 来开发多平台 到底有什么优势 那这边整理几个 我觉得最明显的优势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用单一语言 来跨多平台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就是你要用 不同语言去 跨多个平台 其实是辛苦的 那不只是语言本身 还有生态系的问题 所以假如你用coli-multi-platform 基本上你只要熟悉coli-multi-platform 的生态系 基本上你可以做到 多平台的开发 那第二个就是 你会发现coli-multi-platform 的时候它基本上是走 就是原生的这个做法 所以你不管用Colin怎么写 他compile到那个target的platform的时候 他都会尽量把它compile成 那个platform相容的原生的这个程式 所以他走的方式是走原生的 比较不是会就架空一层做VM这样 那第三个我觉得是对于 假如你已经这个现有 已经有app了 比方说你现在已经有Android团队写app 也有IOS团队在做IOS的app 那当你想要想要migrate到 Colin Multiplatform的时候 这个这就是一个不错的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Colin Multiplatform它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去调整你共享程式码的比例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就是 一开始你们可能本来两个平台 没有共用程式码 那你可以先从一些很小的logic开始 就是你可以从一些logic开始做共用程式码 那像我会觉得 从这个Data Class开始做 可能是相对简单的 我就是把一些最简单的资料 先把它用Colin来做 那接下来你可能就可以开始 把一些business logic开始做共用 或者是一些presentation的部分做共用 那这个是可能到第二阶段 那到第三阶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我连UI部分都全部共用了 所以你是可以去根据不同的情境跟需求 来调整共享程式码的比例 那或者是说像我知道有些团队 像我那时候在访谈一些 有在用Colin Multiplatform的团队 那他们就觉得 有时候UI共用不见得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重点是他们要share这个业务逻辑 所以像他们就决定 他们只走到中间就好 所以这个是可以依照你的这个 需求跟情境来做调整 那这也是Colin Multiplatform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优势 那所以你去对比一下其他的Solution 那当然右边的这个Colin Multiplatform 基本上可以做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优势 但假如你今天是用原生的这个写法 就是Native的做法 基本上当然你可以有原生的效能 然后在Crosplatform的时候 你可以有完整的控制能力 但他当然就没有办法share code 然后以及他也没办法去买贵到其他的平台上 那当然相对于其他的这个 就是Crosplatform的这个Solution 你会看到当然他们的可能UI也可以share 他的程式码也可以share 但他可能在performance上不见得特别好 以及就是说他在一些平台专属的API上面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处理 所以这个也是一些其他相对的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Colin Multiplatform 算是走在这两者之间 我觉得尽量找到一个平衡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一个语言之外生态系蛮重要的 所以Colin的Multiplatform生态系 现在也慢慢建起来 你可以看到你要做这个HDP 我们刚刚说有Cater 你要做IO我们也有OKIO 你要做Datetime 你要做Dependency Injection 你要做Testing 你要做Database 你要做Serialization 那现在这些生态系已经慢慢做起来 所以你只要选择正确的这些Library 那我们这边官方其实也做了很多 那只要有用这些Library 基本上你可以跨这个Multiplatform 所以假如今天像你在写Android 那对Android来说 用Colin Multiplatform是相对比较简单 而且好入手 为什么 因为Colin在Android本身就是Native 那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你原本你用的Android的那些Library 没有办法Multiplatform的 你可能要把它拔掉 换成Multiplatform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跨到IO上面去了 那这个是用Multiplatform的重点 好那今天假如听完这个主题之后 你对于Colin Multiplatform有兴趣的话 那这边给大家一些学习资源 左边这个是Colin Multiplatform的官方页面 那它有解释这个技术的所有细节 以及一些技术的文件 那这是针对我们刚刚说的底层的 这个业务逻辑共用的部分 那右边是Compost Multiplatform的官方页面 那它主要是在demo 怎么样用Compost的语法去写跨平台UI 以及它的一些文件 那假如你想看 怎么用Compost Multiplatform来写一些APP 然后跨平台的话 官方其实有做了一个范例集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堆范例 那这些范例它旁边都有写说 他们示范了哪一个平台 以及它做了什么事情 那每一个示范的重点都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假如大家想要去听一下 别人用Colin Multiplatform做了哪一些事情 然后他们怎么用在他们的实际的案例上面 那可以去听一下 我跟这个Colin User Group的 这个伙伴一起录的这个Podcast 叫Colin 卢编漫谈 那我们在第五集以及第八集 各自有访问到 这个来自这个大陆的那个协程 以及阿里巴巴跟美团 他们这三个团队都有来跟我们聊过 他们用Colin Multiplatform的一些经验 那尤其是第八集 我觉得他们有讲到说 像我那时候才知 为什么刚刚讲说 那个前端里面有包含点餐机这件事情 那那个是美团跟我讲的 就是他们在做Multiplatform 其实是希望连点餐机啊 这些东西他们都可以用Colin来做 所以他们其实有蛮多成功的经验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这个Podcast叫 podcast.colin.tips这个网站 就会看到我们所有的集数 或是在YouTube上面搜寻就有 好那假如对Colin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来参加我们Colin的社群 那我这边有架一个网站叫colin.tips 那就是所有上面有很多学习资料 包括我们的读书会啊 或者是这一些主题教学文章 那也可以加我们的Line群跟Telegram群 那Line群的部分因为我们要挡广告账号 所以这个QR Code其实是我的Line账号 这样 不是要骗各位的Line 就是少了以后我会先确定你是真人 然后把你加进去 那Telegram的话就没有这个限制 这样 OK好 那或者是你想要用email 或者是其他方式来联络我也可以 那今天的这个分享 就是从ColinMultiplatform到CompostMultiplatform 在多平台间共用这个业务逻辑与UI界面 好那希望这个主题对大家有帮助 好谢谢大家